王正荣药里的灵英雄 售价都各不相同 有的很便宜 有的却很贵 对于一些英雄的价格设定 那些价格相对便宜的英雄 反而设置的比较好 下面就给大家讲几个典型的 身价低高强度的英雄 王昭君从上线以来 还真没有见过他衰弱的样子 不管法师被削得多厉害 王昭君都能找出适合自己的出装 从而打出超神的套路来 不管是刺客的赛季 还是射手的赛季 王昭君都能和他们分庭抗领 不管官方对他如何调整 他都能屹立在峡谷巅峰 当前赛季就是孙斌的赛季 即使如此 孙斌依旧被人看不起 很多人对孙斌的理解 还停留在S5赛季 自从这位曾经强者被改版了之后 他们就不再玩他了 再加上现在的孙斌 对新手来讲不太友好 多数的新手都不太喜欢这个英雄 于是就导致孙斌无用论还在盛行 但事实上 孙斌这个英雄强度真的很高 亚瑟是一个赠送的英雄 有些玩家觉得 一个被拿来当教学素材的英雄 会厉害到哪里去 可是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王者荣耀的图标 一直用的是亚瑟 16个赛季从来没有变过 一个不厉害 不经典的英雄 怎么会被当成游戏代言人呢 就要知道 高端局中 亚瑟能打得对面想哭 更何况低端局呢 除了上述几位英雄 大家觉得还有那些英雄 也是低价格高强度的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补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